利基电科技大厂进驻苗栗县同罗科学园区设厂 居民很担心这园区的放流水会污染环境 争取设置砖管排放到出海口 同科管理局提出了三个方案 经与地方讨论沿溪湖溪右岸推进是最佳方案 可避开19处的灌溉取水口 经费15亿元供期大约要三年 同罗科学园区内正在大兴土木 科技大厂利基电进驻盖厂房 虽能够带动经济和就业 但乡亲却也担心环境被废水污染 提出设置放流水砖管 以避免影响到农作物灌溉用水 同罗科学园区评估的就是 废水传管排放的会议的内容 目前是有三个方案 但是我们取决于第一个阿富汗的方案 现在目前是比较可以立即可行的 以路段然后施工的难易度来讲是比较快速可以达成的部分 针对地方诉求 科管局提出三个方案 包括以西湖溪着岸设置砖管 或者是采取右岸的路线 以及合体供购路线 经过多方讨论期末报告 提出沿西湖溪的右岸是最佳方案 在出海口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余力 就是说它延伸到出海方面机率 是合理的这个排放距离 那也给我们科管局的这个顾问公司来修订内容 去再一次可行性评估说 把有的问题可以先解决掉的先解决掉 从铜锣曹生桥沿西湖溪右岸会经过台13县19县道 苗35厢道 将管线推进到厚隆复合大桥处海口 全长18.68公里 经费需15亿 供期包括设计施工要3年 而最主要的考量能够避开19处灌溉取水口 将环境冲击降至最低 而最主要的考量能够避开19处理 首先是在这个冰店里 虽然总番寄回来